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我是007 最近这几天在俄罗斯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普里格金死了 普里格金的死亡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 前段时间007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讲过 普里格金去造反,要去打到莫斯科 但结局谁都没想到这场兵变是以烙剧收场 普里格金居然投降了,逃跑了,和谈了 和普京达成了某种协议,然后流亡到了白俄罗斯 这个荒唐的结局呢,很多中国人就认为肯定是一个悲剧 因为按照东方按照中国人的逻辑呢 必然是你要造反就要造到底吧 要不然就是占三为王,要不然就是落草为寇 零和博弈的唯一出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嘛 对吧 没想到这种事情还有第三种结局 可以平安的度过 可以和谈 可以签契约 可以继续相安无事 东方人是万万不可相信 事情也果然如此啊 普里格金在23号达成私人飞机返回俄罗斯的时候突然坠机 这个飞机上除了普里格金之外还有9名瓦格纳集团的成员都是高级的管理人员 无疑幸免全部遇难 而且经过调查证实经济检测 乘客的名单 里面 就证实了 有普里格金 而且证实 证实他死亡了 而且 好像就在今天也 举行了葬礼 然后就是普京同志的表演啊 装着一副震惊不敢相信的样子啊 又是哎呀我的战友啊 我的这个好朋友啊 普里格金先生啊 怎么死了呀 他的死是俄罗斯人民重大的损失 普里格金同志 虽然犯过一些生活错误 但毕竟是我的亲密战友 他的去世 我是非常非常悲痛 这个意外 是我很难过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在撒谎 他在演戏 对吧 但他还是要继续这么演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东方国家的一个通病啊 几乎所有的人 都天生会撒谎 而且撒出谎来 还脸不红 心不跳 甚至大家都知道他在撒谎 他也会表演下去 对此事的评价 我觉得讲的最好的是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 他是这么说的 在飞机坠毁的那一瞬间 哪怕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普里格金一定意识到了事发缘由 普里格金一定知道是谁把他送去见了阎王 西方下了地狱的 谁杀害了普里格金 谁是幕后的主使者呢 必然就像当年杀害俄罗斯 叛逃到西方的间谍 利特维年科 斯帕克里帕尔 等凶手是同一个人 约翰逊说 普里格金临死前 他的脑袋里面 浮现的必然是普京的脸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的见证了一件历史的大事 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大国的元首 对于政敌的暴力清算 无法理解 为何一个这样的领导人会有如此的野蛮行径 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犹如美国电影教父里面的黑帮一样 用黑社会的手段来管控一个国家 用黑社会式的仇杀的方法 杀害他的政敌 他却不是电影里的情节 就活生生的在俄罗斯上演 约翰逊最后说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 他是这么说的 俄罗斯和普京天天喊着要和乌克兰签协议 要和谈 从他对普里格金这件事情 我们看得出来 普里格金是经过白俄罗斯的 总统 一起来签署的协议 和谈的 结果刚刚和谈完 普京和俄罗斯 就撕毁了协议 把担保人 白俄罗斯的总统也扔到一边 不仅撕毁了各种 他们的约定 甚至连 普里格金这个人都要杀掉 那么我们西方人和俄罗斯 和普京签署任何协议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是没有信用的人 OK这就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007当然不是读他的文章 而是把他的意思 用我的方法 用中文的方法给大家说出来 这也是007为什么一再来告诉大家 俄罗斯是一个半七方的国家 因为他的另一半是东方色彩 东方的逻辑 这个所谓的东方逻辑里面 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没有契约精神 没有了契约精神 自然就不可能 成为一个守信用的人 而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 叫做信用社会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信用 就意味着他破产 破产有分很多种 有财产破产的 这个是我们普遍可见的 比如像恒大集团就破产了 还有呢 比如像中国人 去包小三 去包二奶呀 这种就叫做爱情破产 还有就是道德破产 在中国水楚可见 比如说抓到了一些贪官 几乎每一个都是道德破产 因为他们嘴巴里面 都是人民喊的 为人民服务 但是背地里面 干的全是贪污腐败的 那些勾当 所谓的东方 以中国为首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的国家与国民 因为他构建于 谎言 所以说 几乎人人都撒谎 几乎人人都是表演艺术家 所以说这里的人 和这样的国家 不仅是没有契约精神 更谈不上 建立信用社会 即使他们跑到海外去 一般的也是开诈骗公司为主的 就像东南亚非洲那些 诈骗园区一样 所以说本期节目 007再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西方人和东方人 有如此大的差距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的就是 契约精神 以及 由契约精神 而建立起来的 一套信用体系 和由此建立起来的 信任社区 信任社会 众所周知 西方文明有一本最重要的书 叫做圣经 实际上这是一个中文的 翻译的说法 他的 真实的名字叫做 新约和旧约 什么叫约呢 就是契约的约 旧约呢 是上帝 与亚伯拉罕 与摩西 与犹太人的 契约 新约是 耶稣 也是上帝 和 人的 约定 就是一本 契约的书 毫不夸张的说 西方文明的主要 构建的基石 就来自于 契约 我们也可以 简而言之的说 西方的文明 他就是 代表的 契约精神 这是与东方文明 尤其是像中国 这样国家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说文化也好 社会基础也好 行为逻辑也好 都因此 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当然现代的中国人也经常写合同 也签契约 但是写下合同 写下契约很容易 很明显 中国人却缺少 遵守合同 遵守契约的 契约精神 因为真正要履行 契约呢 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说天灾人祸 这种不可控的原因 还有无法承担代价的契约 还有带来巨大损失的契约 等等 这些原因呢 有时候还可以谅解 但是呢 很多时候中国人呢 从签订契约的那一刻开始 他本身 就是怀着诈骗的目的 用谎言 来签订的契约 这方面的事迹就太多了 比如说南宋的丞相 文天祥 拿着皇帝的圣旨 去找蒙古人和谈 我们是天朝上帮 我们代表皇帝来给你们谈判 你为什么不跟我谈呢 蒙古人很气愤 用条牛 拉了一车 文书 拉了一车 协定出来 这就是 你们 宋国的皇帝 派了无数的 成像 来给我们和谈 签的协议 上面都有你们皇帝的亲笔签名 成像的亲笔签名 还有盖章 但是 你们没有一次 不是撕毁这些协议 你们没有一次 遵守过这些合约 你凭什么来跟我谈 中华民国政府和大清的皇帝 签订了协议 因此呢 大清皇帝把他江山送给了 中华民国政府 而大清的皇帝退位 只保留了紫禁城 结果同样协议没有前几天 中华民国政府呢 就直接撕毁了协议 不仅不履凭契约 甚至把皇帝一家人 从他们家里赶走 就像今天中国政府要强拆你的家一样 直接把你从你的土地 你的房子中赶走 把你的房子拆掉一样 把溥仪 把大清国的皇帝赶出了紫禁城 这些是远的 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发生在现在的就更多了 比如说 中国加入WTO 加入WTO是要签署 贸易协议的 有很多法律文件要签署的 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想去执行 这些条款的 他们加入WTO只是为了去占便宜 只是为了自由贸易 发大财的 而至于他们的责任 和要旅行的东西 他们压根 到今天都没有旅行 而且也不打算旅行 这些年刚刚发生的香港的时代革命 也是因为 中国政府撕毁了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还洋洋得意说 这些历史文件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了 签过了就不认 没有任何契约精神 还把香港那些捍卫基本法的 捍卫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些人 污蔑为港独分子 给他们安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把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关进监狱 让香港几十万家庭 流离失所 去世界各地当了难民 我在上期节目里讲 杰克事件 有一个为台湾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我真没想到 那么照你 说来 中国就是一个诈骗国家了 当然其他国家的人 尤其是西方人是完全无法理解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 哪怕是他的邻居香港和台湾人同样也是无法理解 就像九十年代 华东水灾 香港人捐了多少钱 数据统计 差不多每一个香港家庭 平均捐了一千块钱 香港人给华东水灾捐了全世界最多的钱 结果香港人惊讶的发现 这些钱 几乎都没有用在灾民身上 全部被中国人贪污掉了 后来的 文川大地震 香港人都不敢捐钱了 他们自己带着钱 到灾区 去直接捐给那些人 或者直接给他们建学校 结果 就这样 也还会被贪污 我以前也做过节目 像中国的红十字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你看看中国那些灾区有灾情的时候 中国的这些红十字会会给这些灾民们捐钱吗 一毛钱都不会给灾民 只会养出一个又一个的腐败官鸟 养肥一个像郭美美这样的小三二奶 OK 本期节目从普里格金说到契约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一些特点 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一路对007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